淡水區北投子櫻花生態步道沿線有上百棵的櫻花樹 每到三月中旬櫻花盛開的美景都會吸引民眾來前來賞花 不過為了營造步道氣氛 在市議員陳偉傑還有北投里里長淡水區公所的努力之下 現在增設兩座以櫻花為概念的主題公仔 藉此活化景觀視覺藝術 活絡步道帶給居民全新感受 並且打造北投里以及北投子溪櫻花生態步道的在地意向 設置這個公仔就讓民眾比較明確知道說這個是北投子溪 到時候也可以在這邊打卡拍照 那我們這一次針對北投子溪放置的兩座公仔 這兩座公仔歷史兩年經過多次的修改 才今天正式來完成 那也希望讓我們很多的鄉親經過北投子溪 在這個生態步道在散步 這個放鬆心情的時候 看到這麼可愛的公仔也可以有好的心情 里長表示近十年期間北投子溪櫻花生態步道在中山北路一段 到北新路這一段大約有900多公尺的範圍步道 種植上百科的吉野茵 而盛開時 百里透紅的花海如濕化斑 不僅是吸引大量的遊客前來賞花 也讓周邊的居民感受到在西畔的幸福感與自然美景 我們一起跟公所來協助 讓我們把這個北投子溪的步道去做一個打造 除了它的櫻花景觀之外呢 那這次在里長的發想下 我們特地設計了兩個出入口的地方設兩個公仔 那希望提醒就是可以強化這個步道的意向 讓更多人了解 那其實這條北投子溪也非常多的居民 喜歡在傍晚的時候來這邊運動跟散步 那希望未來隨著相關的步道的硬體建設 各項的配套措施都陸續把它完成 提供給我們市民一個更好的休憩空間 議員表示為了進一步活化步道的景觀設計 特別為北投裡爭取在步道路口處設置兩座櫻花組提供仔 而這些俏皮的公仔不僅是提供遊客新的打卡點 也提升步道的區位性與親和力 讓這一片美麗的自然環境更加充滿活力 而區長也表示感謝議員與里長的持續努力 攻守將持續的注入更多的文化與藝術的元素 提升賞音旅程多樣化的體驗 也歡迎民眾一起來賞音並且感受不一樣的淡水 記者是許多恩怡淡水採訪報導